全世界有幾個大的宗教盛世 其中大家還記得就是賣家的朝聖 幾十萬人在那賣家朝聖 另外還有包含了印度恆河的洗禮 這也是幾十萬人的一個活動 不過在我們台灣之光也出現了 我們台灣也有一項宗教活動 已經要上了國際舞台了 而且國際媒體也大肆報導 是什麼樣的活動呢 你可以講到賣家盛世 還有印度兩河洗禮 Discovery頻道直接講 這是全世界前兩大宗教活動 有二就有三 第三是誰 Discovery竟然講是在台灣 第三是台灣 就是立方你講在台灣 真的嗎 我們身為台灣人 第一個你就覺得很光榮 那是台灣之光 但很好奇在哪 這個全世界被並列為第三大盛世的 就是大甲媽祖遶境 我跟各位跟你講 這個居然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宗教盛世 大甲正南宮 在台中大家都很清楚 可是媽祖遶境 九天八夜 前一陣子展開了 4月6號晚上11點開始出發 行進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號稱會遶境長達360公里 沿途會經過上百間的廟宇 你看看 這個畫面它結合的不只是龐大的宗教隊伍 裡頭還有很多的信徒 而且我剛剛講它是整個跨區的 這一旦九天八夜走下來啊 你會發現那個時候造成的媽祖全台遶境 媽祖風 那個熱度是不可小覷的 好 不過不是只有遶境這樣子而已喔 還有人把它拍成電影 拍成電影 拍的人 很有名啊 亞洲天王任賢齊 你知道任賢齊為什麼會去拍嗎 因為他是彰化人 他從小住在彰化 出生於彰化 他失道 這個媽祖繞境 經過他那邊 他從小就耳濡目染 而且他也是忠實媽祖的信徒 兩年前他就圓了這個夢 他從頭到尾跟 而且呢 並且出動電影拍攝團隊 去全程做紀錄 所以呢 他把兩年前跟著媽祖繞境 鎖接什麼 他就講 他說在裡頭 我看到高齡80多歲的阿嬤 也非常熱情的參與 此外也有知識分子 比方說像台積電的工程師 他請假來特別參與這個 你看那個畫面中 是不是看到任賢齊在跑步跟著嘛 對不對 你看沿途經過了所有的區域的 那些民眾 信徒 多麼的熱情 多麼的瘋狂 是不是 他把它記錄下來 自己身兼 包括出品人 監製導演 然後花費了千萬拍攝這個紀錄片 叫媽祖乃台灣 最近要上映 好 你就會發現 除了被Discovery名列為 全世界第三大宗教盛世 還現在跟流行文化做結合拍電影 不過不只如果你覺得媽祖效應只有這樣 那你就錯了 還有一個就是他竟然可以扮演起 除了大甲鎮本身的經濟火車頭 他還帶動了整個大台中的經濟的推手 媽祖居然有這麼大的商機喔 你看是什麼 各位 這個叫叫班衣背包 什麼叫叫班衣啊 就是做什麼用的啊 叫班我們指就是畫面中 你看那個扛那個媽祖神叫的 那叫叫班 那他們穿的衣服就叫叫班衣 就現在那腦筋傷人動得很快 他就把那個叫班衣的上面的 包括萬字圖騰跟那個雲邊的圖騰有沒有 他先透過大型的影印機印在紙上 然後再把這個紙去跟背包的布料做結合 把那個染料印在背包上面 你的意思說變成了背包啦 所以這個背包你去看那個製作的過程 你會發現很有創意對不對 對耶 你真的背在身上的時候才有創意咧 因為它就是彷彿一件縮小型的叫班衣 但卻是個背包 原來啊 很聰明吧 叫班衣變成背包了 這是個商機 不只 還有媽祖香水 你以為媽祖香水就只是單純的 用一些花草做成的香料 沒有 商人老驚動得快就這樣啊 說這個媽祖香水 它可是媽祖最喜歡的味道耶 哇 你加了這句話 媽祖喜歡 那信仰媽祖的信徒 那當然就更愛啦 是啊 還有媽祖一向有給人家保平安 還有千里掩飾他的前方的開路先鋒嘛 對不對 你看 行車紀錄器出來 千里掩啊 連行車紀錄器都可以變喪氣 還有上面有媽祖的圖騰 就讓你覺得保平安嘛 你看還有手錶耶 媽祖手錶 媽祖香照對不對 然後那個行車紀錄器開機 還會有媽祖的畫面 看到媽祖就開心 好 你接著除了看到這些媽祖的小玩意 獲得是3C產品之外 還有一個 就是我手上這個 奶油酥餅啊 各位 有去過 大甲的都知道要買這個東西對不對 對 你曉得這個創造出來的商機有多少嗎 多少 平常日 先不講媽祖活動 平常日一天大概就一百多人吃去買 可是如果遇到了媽祖遶境 媽祖的國際觀光文化節的時候 一天 老闆說可以賣出三千多個 這麼多 三千多個 好 各位 你曉得嗎 光是這樣的奶油酥餅 就讓大甲鎮聞名俠爾 而我剛剛這樣子講下來 你會發現 其實媽祖遶境也好 國際觀光文化節也好 大概加錢是70天 而這70天的整個媽祖活動 它不只讓大甲鎮 創造了很多的商機 它整個大台中都一律平安 你知道嗎 根據2008年的統計 大台中 台中那時候叫台中縣 台中縣的人口是一百五十五萬元 而大甲馬祖所創造出來的商機經濟產值 是一年大概有三十億 觀眾朋友去除除看 三十億除以一百五十萬 平均每一個人就可以分到兩千塊 再來 你知道大甲才多大嗎 八萬人口 商機還真多一個人可以分到兩千塊 就那70天創造出來的經濟產值 還有大甲的面積多大 60平方公里 人口才八萬人 那如果這三十億區除以大甲八萬人口的話 平均一個人在這期間光靠媽祖 就創造出37K的營業 這個經濟 那比我們一般縣大學生一個月離22K 還要高出許多 對 你看媽祖遶境 它所創造出來的其他邊境效益 真的是不簡單 媽祖的這個商機真的是無限的大 但是你會注意到 在我們的整個西半部地區 其實有許許多多的媽祖廟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媽祖廟存在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 媽祖曾經有顯靈過 他顯靈了 他幫信眾接了炸彈 是 立剛其實你知道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個美軍他轟炸 他不是說去炸 像我們現在都說炸軍事設施 軍事基地 選擇性的轟炸 不是嗎 當時完全不是這樣 不是 那怎麼炸 當時很單純 就是因為當時飛機的頭炸彈 都弄鐵炸彈的 都五百磅左右的那種炸彈 反正我看到你有聚落 有人多的地方 我就往那邊可以炸彈 你說有城市我就丟下去了 然後路上如果有行人 我就直接拿機槍掃射 所以當時造成台灣其實蠻慘重的 因為那時候台灣是屬於日本的殖民地 是 所以屏東的萬丹就被轟炸過很多次 所以當時就是萬丹人 其實很多人都是截後餘生 才慢慢存活下來 可是問題是在與此同時 萬丹人就開始流傳了一個傳說 我跟你講這個傳說是什麼呢 當時就在1945年2月20號這一天 那時候就有美軍一樣 他的轟炸機過來要丟炸彈 所以你知道 他們當時本來預計在那邊丟10顆500磅的炸彈 10顆500磅會丟下來 殺傷力不得了 一定會造成很慘重的傷亡 對啊 結果那個飛行員正要丟炸彈的時候 你知道他看見什麼事情嗎 看見什麼 突然之間天空中突然出現一個 很漂亮美若天仙的一個女孩子 你知道他出來 然後居然那個炸彈一丟下來 他居然拿手去接住了 你說他飛機的炸彈丟下來 空中有人伸手去接了 炸彈 炸彈等於沒有落地 是 你知道那個美軍駕駛 聽說當然看到嚇呆了你知道 然後結果完全沒有辦法控制飛機 因為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會出現這種 這種太離譜的狀況 結果聽說那個飛機 後來一頭栽到高屏西流去了 你知道當然這個是一個傳說 你會覺得立剛 如果是你單純這樣跟我講 然後說我自己個人 是完全不會相信這種事情 可是問題是 他不是單純一個傳說 他當時還有事實的證據 有事實的證據 為什麼 因為在屏東那個地方 有個叫萬惠宮 他就是供奉媽祖的 那在2月20號那一天 你知道當天 因為萬惠宮沒有遭到轟炸 應該算來講完全沒有事情 可是很多信徒去拜拜的時候 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媽祖的兩隻手指 大拇指這邊突然掃掉一截 怎麼會這樣子 莫名其妙 媽祖像是好好的 怎麼會供在這個廟裡面 會受損呢 不可能有人膽敢去割媽祖的手指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想說那乾脆問一下媽祖婆好了 結果他們就請了機身 用扶暖的方式去問 扶暖你知道就開始寫字嘛 然後就看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結果媽祖婆就顯靈就說了 其實當時他去接了 就是他化身顯靈去接了這個炸彈 可是接炸彈的時候一不小心 被他弄傷了 所以受損 那這個消息一傳出來那當然是 對啊 媽祖顯靈去接炸彈 是 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太不可思議了對不對 是啊 我跟你講這是萬惠宮 現在這個炸彈還在這邊 看到沒有 這炸彈啊 這炸彈啊 現在還在這邊啊 還在這邊喔 而且那邊有立碑喔 就專門記載所有 整個事件發生的經過 就是媽祖婆去幫 為了這些善男性女去接了這個炸彈 然後手指不小心受傷了 所以這個消息一傳出來之後 你知道 你知道他那個 他裡頭媽祖像是道光年間做的 因為非常久的歷史了 然後後來以後信徒 善男性女都落意不絕來拜 因為這是太神奇的一件事情 你看這都炸彈殼啊看到沒有 就是在那邊 大家請放心啊 這裡頭火藥 隱性都已經拿走 這不會造成傷害 只是這個廟萬惠宮 就言之著著說 確實有發生過這件事情 那媽祖用手去接了這個炸彈 那個聽起來已經夠不可思議了 但是我跟你講無獨有 台灣不只有一件這樣的事情 還不只一件喔 我跟你講在彰化 拜頭核心宮這個地方 有另外一個傳說 這傳說是什麼 你看這邊也是一顆炸彈 看到沒有 對啊 這炸彈保存得非常好 對不對 裡頭當然也沒有火藥 也沒有隱性 那他的傳說是什麼呢 當時也是一樣 在二次世界代末期 一樣美軍要來轟炸台灣 然後到了彰化這個地方 結果你知道 當時飛行員 美軍的飛行員看到什麼事情 看到什麼事情 這次他不是看到一個美女 去用手去接炸彈 那是看到什麼 天空中突然出現一個 紅衣紅裙的一個女孩子 然後結果那個炸彈丟下來的時候 他竟然用他的裙板 去把炸彈接起來 這聽起來很誇張對不對 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問題是同樣的 在彰化核心宮這個地方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當天一樣核心宮沒有被炸到 再來講 完全沒有損失才對 可是當天就有信徒看到 媽祖的神像 這也是歷史很悠久的神像 他那個神像的裙板那邊 竟然完全變黑了 完全變焦黑了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核心宮後來也是一樣去問 問的結果就是 因為媽祖婆那時候直接用 裙板去接住那個炸彈 但炸彈畢竟是很高危險的東西 所以他的裙板就受傷了 裙板就變得黑掉了 所以神像的 裙板也跟著一起變黑了 這個聽起來非常詭異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當地的信徒是深信不疑的 你知道這顆炸彈 後來國防部本來還要去跟他要 因為炸彈是危險物品 本來這邊怪怪的 你還是讓國防部去處理比較好 可是信徒堅持不願意給國防部 為什麼 因為這是媽祖婆來搭救我們的 一個最偉大的一個證明 這當然要永遠供奉在這邊 讓大家知道 媽祖婆為台灣人做了多少事情 媽祖婆的血靈 最主要是要保佑他的子民 讓他們能夠免於這個炸彈的迫害 但是我們注意 這只是傳說嗎 兩個廟裡面都有這樣的傳說法 但是我們再來仔細的去考證一下 發現了一件事情 美軍的報告裡面 居然也有所記錄 哇真神奇 媽祖接炸彈 到底有沒有這麼神奇的事情呢 好我跟你講 中研院的GIS中心 就是地理科學資訊研究中心 非常專業的一個單位 他最近你知道嗎 把美軍 美國陸軍航空隊當年的任務報告 把他拷貝了一份回來 經過很多研究 當然不是針對媽祖接炸彈這些事情 就很多很多方面他們都研究 結果發現了玄機 有玄機 有玄機 什麼玄機 就是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 到底有沒有1945年 寒冰剛才講的2月20號 這場轟炸 到底有沒有啊 第二 不是美軍飛行員看到那個炸彈 被媽祖接到 嚇壞了 結果飛機墜毀在高屏溪 有沒有這兩件事情 好 我們就先來講 先講啊 現在是美軍的任務報告講的 好 又說這是明白紀錄在美軍的史料上面 當天2月20號的時候 美軍的確有轟炸萬丹的紀錄 而且這個部隊派出的是 第五航空隊 第38轟炸中隊的405小隊 他們這個小隊有幾架飛機 你知道 9架B-25 可能大家對B-25還有印象 為什麼 B-25就是米切爾中型轟炸機 也就是杜利德中校 去轟炸東京的同行機 9架B-25J 然後他們這次的任務代號叫做嘉義 你看到了1945年 任務代號用嘉義直接講 照理講應該用獵狐啊 什麼什麼什麼野狼啊 不告訴你我的地點嘛 這叫名碼 就是說直接告訴你 我就要炸嘉義就對了 因為日本當時完全沒有抵抗能力了 好 那他們當時要去炸嘉義的時候 你知道 一看 天啊 那天氣太差了 我們以前不是講過嗎 就算你配備了諾頓瞄準器 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 MUSA SA 看不到嘉義 看不見目標 因為那時候還需要目視頭彈 對 就算有諾頓瞄準器也不行 好 請問上題 就無線電一問 無線電 改 好 改目標 改哪裡 炸屏東潮州的機場 好 那開始由嘉義嘛 由北往南非對不對 對 就經過萬丹的時候你知道嗎 咦 萬丹這邊好像有目標 反正我們來也來了 所幸就丟幾顆好了啦 就丟幾顆500磅炸彈 結果你知道嗎 經過萬丹一丟炸彈的時候 民眾被巨響 嚇到什麼聲音 好奇心造成他們跑出來 一看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是天空打雷嗎 結果你知道 因為這種中型轟炸機 飛得很低 你知道嗎 他竟然看民眾好奇心 跑出來的時候 用機上的武林機槍 把很多民眾都給射死了 都打死了 然後呢 這一段為什麼會知道 你曉得嗎 因為美軍飛行員回來的時候 竟然在任務報告裡面怎麼講 怎麼講 據說好奇心殺死了貓或台灣人 我沒有加一個字喔 這是美軍任務報告裡面這樣講 他竟然把台灣人比喻成貓 你這樣多可惡 當時美軍真的也是很可惡 不由分說這樣爛炸 但是因為這個報告就曉得了 的確1945年2月20號 這個轟炸行動 曾有這次行動 真的有這件事情 好 那第二個疑點就是說 到底是不是飛機看 飛機那個駕駛看到 媽祖接炸彈 然後嚇死了 墜毀到高屏溪嗎 那好 這邊也有任務報告 任務報告記錄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 在屏東機場與淡水溪之間的三個位置 所謂淡水溪就是高屏溪 當年叫做淡水溪 好 他們在執行任務的時候的傷亡紀錄 是有三個位置遭到中度炮火的攻擊 造成一位無線電操作員手臂受傷 那兩架飛機被打穿了 可是報告就到這邊為止 並沒有講說有任何飛機被擊落 那不是說有飛機最大的高屏溪 結果沒有飛機最弱的紀錄 對 那好 不管怎麼樣 媽祖顯靈 顯靈 然後救人的這個故事 我跟你講 永遠深植在信徒的心目之中 不管這件事情是真是假 媽祖他顯靈這件事情依然是信徒心中永遠的感激 而且流傳百世 媽祖信徒相信媽祖那時候在二戰的時候接了炸彈 但是雖然從一些資料上面可以看到真有其空襲行動 但目前看來沒有飛機墜毀 不過說到這些神機事件 其實印度 印度它本身也有一些神奇的傳說 不過這些傳說可是被美國的NASA給認證了 對 社長 對 我們講說印度是一個有神話沒有歷史的一個國家 因為它很少 很多神話 對 很多神話 歷史記載很不清楚 那它神話來自於兩本書最有名的 我們曾經講過的摩托波羅多這一本聖書 古代的聖書 它記載了包括摩恩佐達爾曾經發生天宮的核爆 核戰 後來證實摩恩佐達爾考古證記有好像核爆的一些遺跡 我們曾經講過 昨天也講過印度南部的一個納賈斯坦 方有發現以前古代的飛機起落架 而且有那個研爆的一些痕跡 我們講神話慢慢好像有一些考古證據去證實 其實印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另外一本古書叫羅摩耶納 羅摩耶納這本書其身記載一個神話 印度的大概都非常清楚 你到印度的寺廟去看的時候 這張這張壁畫相當有名 這張壁畫你可以看 在一個島上 有兩個長著尾巴的那個人 去跟坐在地上的國王跟皇后在那邊膜拜 膜拜 那這個島旁邊的那個海邊 有很多黃色的人在抬那個石頭 沙包一類的東西 丟到海裡面去造橋 這些黃色的人是什麼 是猴子 猴子在搭橋 對 印度的古壁畫很多 這張是很經典的 可是猴子會做這樣的行為 對 那這第二張各位在看 這張也是一樣 這張更清楚 很多像猴子的人 或者說他們帶著猴子的那種面具 在那個海邊把這個橋 你看這個底下那個橋已經很清楚 都整個蓋好了 那印度的神話說為什麼會有 那個猴子去造橋跟國王有什麼關係的 在羅摩耶娜這本書裡面他記載說當時他第六十六章 他記載說當時有一個國王叫羅摩國的國王 羅摩 羅摩國的國王當時他的旗子叫西塔 很漂亮 那在東南方的一個島叫蘭卡國 蘭卡國裡面住了一個魔王一個壞人 一個魔王叫納瓦納 納瓦納曾經從那個那個蘭卡國這邊來把他的妻子搶走 搶走 搶回去 等於從印度這邊東南部搶回他的斯里蘭卡這一代 蘭卡國就是現在的斯里蘭卡 我們都把他當作神話 那當時後來羅摩王就是跟那個他們印度不是信仰一個侯神叫哈努曼 跟侯神求救 結果侯神就派了所謂的猴子金團給他 然後這個他羅摩王就請他的王子帶著這個那個猴子金團 對 用了五天至六天的時間在印度南部跟斯里蘭卡之間造了一座橋 一座橋 才五天到六天就造成了 然後就過去斯里蘭卡這邊跟魔王大打一仗 打完了以後把這個西塔皇后救回來了 故事結束了 所以這是印度人深信不疑的一個聖養說確實有這樣的一件事 但這是神話 神話就是吸幻就是吸夠 但1994NASA發射了兩顆衛星 1994上天空去的 一個叫衛星五號 一個叫衛星七號 結果衛星七號跟衛星五號拍回來一些空拍的照片 這張是衛星七號 你看上面還有那個衛星七號的那個標示 但這不就是衛星照嗎 這張照片 對 衛星照片 那你看這邊 這邊我手指的這邊 這邊其實就是印度東南部的一個古城 大陸斯科底在這個地方 這邊好像有一條白白的線 有沒有 一直往左邊這邊延伸 很淡的一條線 對 這個衛星我給各位看清楚一點 但這線代表了什麼意思 這個線其實就是這邊 就是這邊 各位可以看清楚 這個就是印度東南部 大陸斯科底古城在這邊 他一條線過來 非常清楚在海底 這邊就是斯里蘭卡 就是斯里蘭卡 這座橋在這個衛星空拍的時候 可是空拍真的會有這樣子一座橋出現 對 納莎證實的這座橋 這座橋說 印度人叫這座橋叫羅摩橋 那美國人叫什麼 西方人叫亞當斯橋 亞當斯橋 後來納莎證明 確實有不是神話 有這條橋的存在 那現在問題來了 那以前人怎麼會造橋呢 這個羅摩伊娜跟摩托德多 這兩部古詩描寫的是幾千年 七千年前的事 七千年前的事 怎麼人類會去造橋 不管你是人類是後製 在海底 海底你要對抗海流 對抗潮汐 對抗地震什麼種種的 對 你怎麼去鋪這樣的這座橋 沒有那樣的科技可以去在海面上造橋 對 不可能 七千年前 七千年前 這座橋現在後來很多地質學家 很多考古學家 科家就介入 尤其在2005以後 因為印度要把斯里蘭卡跟印度東南部這邊 這個海峽 叫波克海峽 波克海峽這邊打一個深水航道 可以節省一些航程 從印度東部跟西部 從印南這邊的東部跟西部海峽 穿過去可以節省差不多四百公里的航程 那大概三十個小時 要打一個深水航道 所以就很多宗教界人士起來對抗 說這是聖橋 古代留下來的聖橋 後來就地質學家跟考古學家 科學家介入 去了解這邊的地質證據 結果地質證據顯示出來 這裡面 在印度南部這邊 橋頭這邊是一些比較淺的地方 大概有一公尺深 那往中間走大概有十公尺深 那確實有很多原始的一些痕跡 這些原始有的已經碎掉了 所以也就是說後來才建造的 不是自然形成的 也不是 確定是能夠建造的 那他們地質學家提出的時候 大概這個以考古證據 如果說以旁邊的珊瑚礁 大概有一百七十幾萬年的歷史 那這些原塊大概有七千年的歷史 所以證實說地質學家也好 NASA也好 說印度講的這個不是神話 就七千年前 既然有人可以蓋出 在海裡面 蓋出這樣的一座石橋 叫亞當斯橋 或者羅摩橋 這其實也是印度我們在講的 最不可思議的一個歐帕斯文明的一個部分 歐帕斯文明當中 你注意 印度有一座橋的存在 但橋為什麼會在海裡面呢 有可能是因為整個全球的溫度上升之下 全球暖化使得海平面整個上升 而把橋淹沒到了地下 還是說橋已經坍塌了 但是說到洪水 聖經裡面有提到大洪水滅世 那個時候有什麼呢 有諾亞方舟存在 最後諾亞方舟在哪呢 在土耳其的拉雅拉山上 但是這個諾亞方舟 真的能裝出這麼多的動物 這麼多的糧食跟這麼多的生物嗎 英國的大學生 他們精算之後 有可能 我們講諾亞方舟之前 各位要知道 聖經裡面創世紀神話裡面 它講的叫做諾亞方舟 其實為什麼叫諾亞 諾亞是一個人的名字 方舟是一艘船 好 就是說 這些故事裡面 都講到了大洪水 那大洪水的整個故事裡面 用現在的學術名詞講的話 就有兩種現象發生 一種現象 叫做海淨 一種叫做海濕 你大洪水的時候 它會抬升海平面 對 海水退的時候就會海濕 所以他說這兩種 都是跟諾亞方舟有關 但是諾亞方舟是真的還是假的 在聖經裡面真的還是假的 英國萊斯特大學說 可能是真的 為什麼可能是真的 因為他們按照聖經上面的記載 好 說諾亞 他造這個方舟 足足造了120年 就是說幾代下來 然後他說其尺寸300軸 就是0.45米 寬15軸 與高30軸 就換上程度大概是125公尺寬 22公尺 高約16公尺 好 我們講到這裡 各位想到 這個就叫諾亞方舟 諾亞方舟它有幾萬噸 我告訴各位 我精算過了 3萬噸等於一個輕型航母 介於中型航母之間的 3萬噸的動位 3萬噸的動位都用什麼 都用薄 都用松薄的薄術做的 木頭材料建造的 它是木頭材料 還有一個 它用松子油 還有膠油 去塗這個表面 是一個防水的 好 我們講到3萬噸的話 我先給各位提兩個數字 好 瑪麗亞皇后 總共幾萬噸 6萬噸 這個是鐵達尼號 幾萬噸 5萬噸 好 諾亞方舟3萬噸 諾亞方舟3萬噸 3萬噸等於一個 輕型介於中型之間的航空母艦 能夠當時在上古時代 能夠建造 不得了了 所以它要造個120年 是啊 將近五代 而且用木頭建造的 況且木頭建造 而且它還要防水 防水它就砍發大量的松樹 而製成的松子跟膠油 它塗在這個上面 各位 曉不曉得 這3萬噸的諾亞方舟 我們講方舟好了 方舟有的人認為是船 但是有的人認為是個箱子 是一個木箱子 就是方舟應該是方形的 而不是長形的 所以他們說過了 可以裝什麼 你知道嗎 裝什麼 6000輛的雙層巴士 這麼多啊 它的物種可以高達 差不多200多種 當然一些包含鳥類 包含老虎 獅子 豹 狼 熊 等等那些 所有的物種 大概有200多萬種物種 但是這200多萬種物種 有大有小 所以他們就在海上漂流 足足漂流 漂了多少天 多少 220天 220天那幾 就差不多 就是說下了大雨 40天40夜 雨勢不停 所以它會發生海清現象 跟海石現象 當雨停的時候 就是海石 好了 我們來看 它怎麼樣去裝 就是說它可以裝 6000輛的 英國的雙重巴士 漂浮在洪水上 你看它 全部都用 我們講的 這個就是水密艙 全部用木頭做 全部都用那個木頭做 骨架也是木頭的 骨架 龍骨 全部都是木頭 但是 我就講一個不合理的 就是說任何的船舶 它一定要有一個壓艙的東西 就是我們講的龍骨壓艙 但是它這個壓艙可以運用木頭 顯示出它的技術是非常非常的高超 好 除了高超以外 當它220天的漂流完了以後 好 諾亞就先命令烏鴉出去 結果烏鴉沒有回來 它又派了鴿子出去 起先鴿子回來 它因為它還找不到陸地 所以到了最後 它又第二次派鴿子出去 就嫌了橄欖汁 橄欖汁我們就叫做和平 對不對 和平橄欖汁 和平橄欖汁的典故 從這個地方來 好 它究竟停在什麼地方 各位剛剛看到了 諾亞方舟上面的鴿子出去 幫它找尋了陸地 然後人跟動物全部都要下來 那諾亞方舟究竟停在哪裡 停在哪 亞拉拉山 亞拉拉山 這個是香港的一個學者 叫做梁艷成 他就講到了亞拉拉山 他去比較NASA 還有很多的衛星空照圖 然後他說 應該是在土耳其的東北部 亞拉拉山 亞拉拉山他擱淺了 的確在這個地方 亞拉拉山的一個冰雪城的下面 他們發現了什麼 發現了一個木頭製造的東西 這個木頭製造 經過碳石室的檢測 證實是4800多年前 跟諾亞方舟的時間 現在還說差不多 對 然後他們在深入穴道裡面去看 他們也發現了這個 各位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人臉 人臉 對 所以從2000年 2003年 2004年 包含法國探險家 包含香港跟土耳其的探險家 他們現在陸陸續續都在找 找到了亞拉拉山 的確是諾亞方舟當時的搏靠地點 而且這個地點剛剛好是4700多米的山上 在冰雪城的下方 所以他們因而認定 或許真有諾亞方舟 而這個諾亞方舟的的確確 存活在這個世上 諾亞方舟真的在這亞拉拉山上面嗎 但是在這荒郊野外 如果你要去探險的話 你要小心的是 可能會有阿飄的出現 不過如果阿飄是出現在你家的角落 那又被影像給拍到 看起來家裡面可能就不安寧了 日本跟英國都發生了同樣的狀況 我們現在講這四個事件 他們有共同特徵 就是影片或照片裡頭都出現了 很詭異的第三隻手 那這個手是因為拍攝過程所造成的錯覺 還是他可能無法用科學解釋 我們一起來評斷 首先第一段影片 這是日本有個節目 它是個偵探節目 他專門接受委託人 來他家裡找東西 那這時候主持人 他來到受託人家 因為受託人說 他當初旅行買的鑽戒 放在這個有沒有 和室除幣的一個隱藏抽屜裡頭 這鑽時間就不見了 但是沒想到拍攝團隊 到他家去找這個鑽戒的時候 意外的 他們這個影片在3月中播出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和室除幣靠近牆壁的接縫處出現了一隻手 而且那個手會動 什麼 你知道嗎 現在日本觀眾在看了這個偵探節目播出的影片之後 已經沒有人去關心你的鑽戒 找不找得到 反而大家好奇的是 為什麼你們這些當時在拍攝的人 怎麼都沒看到 也不知道 有一隻手 從那個牆壁的和室除幣處 突然跑了出來 而且他向下坐了90度 畫了一下之後 手又突然消失 好 那是 周伯爾 說不定是剛好那個牆壁的旁邊有人在嗎 他手剛好摸到那邊就拍到了 但是你覺得那個地理方位 何乎邏輯嗎 好沒有關係 總之一句話是巧合 是錯覺 還是可能無法用科學解釋 觀眾朋友一起來評斷 但是講到這個手 這個日本的這些老師怎麼解釋 他說其實呢 根據他們的觀察是認為 有 怨靈的怨念 聚集在那個牆壁裡 真的嗎 然後怨念會化成 人的形體 出現在你們的面前 這是日本老師的說法 那如果日本老師這種說法 有沒有辦法套用在 我現在要講的第二個事情 英國這位小姐身上 英國這位小姐呢 她叫做皮齒斯格爾多夫 你知道她年紀才多大嗎 多大 25歲 所以我叫她小姐 年輕 其實她是媽媽了 可是她年輕就做了媽媽 她有一次拿手機自拍 跟她的兒子 這兒子很小 你看 各位請看一下 根據皮齒斯格爾多夫自稱 她當時的手 就是這邊的手 是摟著她小兒子的腰 那一定要 那另一隻手不用說嘛 當然就是自拍嘛 對啊 所以她不會有第三隻手 是啊 那這是什麼 這一隻 立剛你看一下 嬰兒的手吧 嬰兒的手這麼大嗎 嬰兒的手彎得到這邊嗎 好像不會喔 所以 你深救之後 你才會感到 她從她脖子後面頸部 你才會感到發 伸過去抱著媽媽呢 這一隻出現在 等一下 可是這個是嬰兒的肩膀啊 所以嘛 出現在皮齒斯格爾多夫 肩膀上的這隻手 而且 她一看就是大人的手 是誰的 好我告訴你 你看了發毛 她當然本人更毛 立刻上網 將她這段遭遇講出來 並且她還 氣而不捨的去查 可能的原因 後來她發現 她住的這個房子 在1920年的時候 當時這間房子的女主人 懷孕 但是難產 生出死胎 後來心有不甘 所以在洗澡的時候 直接把自己的頭 埋到浴缸水裡面 親身 她查出了這一段 然後也提供了這個照片 好 這故事講到這 大家就覺得 那就是一個無法解釋的現象 被你遇到 你倒楣而已 你以為故事就到這 畫下句點了嗎 不是這樣子而已嗎 更倒楣的是 這個事情是2013年底的事 但是 4月7號 就前幾天 她在家中 莫名其妙猝死 而且至今警方 無法解釋 皮齒斯格爾多夫小姐 死亡的原因 只能說不明原因 猝死 那會不會跟這隻手有關係 怎麼會這樣說 又會不會跟她 器而不捨 想追出這隻手出現的原因 而所造成的一種 另一個世界的報復呢 好 第三個 也是一段影片 也是在日本 話說有兩個人開車 經過了一個車禍的現場 那是一個很不幸的死亡車禍 那當時呢 這個乘客 就順手拿起了拍攝的東西 就往那個車禍現場 拍了一下 那因為我剛才講 那是一個死亡車禍 所以她當時拍攝完畢之後 沒有多久 她就轉過頭來 要跟駕駛講 她所看到拍攝的狀況 但是 你看到當時 她拿攝影機拍攝的畫面 她在轉回來的時候 她車子裡頭出現了一個 不明的手的影像 怎麼可能 那這個手的影像位置在哪呢 因為有點黑 我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她就在駕駛正後方 出現了 看到沒有 好 我說真的 因為影片很黑 她也可以解釋成拍攝時 所造成的錯位現象或錯覺 可是你知道嗎 人家日本的老師看了 不是這麼解釋 他說因為你剛好經過死亡車禍現場 因此死者本身 他這樣子被撞死 是有怨的 而怨 他會化成人形 我剛才講過 四處飄散 剛好飄到了拍攝者的車室空間裡頭 當然也可能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這個 死的時候 我們常講魂飛魄散 最可能呢 就靈魂出竅 那這是日本老師的說法 好 那我還是講 也的人也是認為是拍攝的錯位 那講到拍攝的錯位 國內最經典的就這一個 某家電信公司網頁上瀏覽的廣告 大家請看 這個小姐跟這個先生 他們中間 小姐的手在這 那這隻手誰的 立剛 這隻小姐的手是往下垂的 手肘已經彎到這 他怎麼能夠握到這位男的肩膀 難道他是長臂員還是劉備 可是這樣看起來 這個手臂也不是這男的手臂啊 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討論 就這個時候電信公司出來講話 他說其實當時這邊還有一個男的 而這個男的呢 他的手握住了這個男的肩膀 但是因為他們考量到版面的問題 所以把這個男的用PS給他給消掉 等一下 但是男的中間隔了一個女的 還能摸到另外一個肩膀 所以他是長臂員才有可能 假設有這個男的手要握到這也有困難 但是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式的解釋 非科學去解釋他 但是有一個可以確定 就是他的瀏覽量增加了三成 可見大家都對於神秘的手 很感興趣 神秘的手出現在一些不同的畫面裡面 你看到的會覺得有一點奇怪 為什麼這些手會出現 但是呢 在新加坡有一個生人物境的房子 你不能接近哦 因為接近之後 他會和你索命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 謝謝你 現在是級職場的 很心 Focus